來到年尾,又是時候準備新一年的月曆 有王企已經設計好2021年的香港人日曆 提醒港人要堅守信念 不過印刷廠懷疑因為國安法臨時縮沙 既買點都不讓他們買 製作團隊如何解決這些困難呢? 一起看看 曾經有人說,時間是站在香港人這邊 2020年都快結束了,香港還剩下多少日子? 短期內都無法知道贏得的時候 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堅持自己的信念 而這個信念需要一些日常生活的小細節去維繫 大家都知道大家仍然是生不死的 希望做到施眉酒的生活文宣 小智、鎖匙扣、電話殼、日曆、啤酒 大致反送中環保袋、啤酒都有 做香港人日曆起家的VFund.hk 新一年的設計收錄了 366具香港人一定認識的金具 但合作開的印刷廠 疑似因為國安法突然縮沙 導致4000個日曆要改用人手製作 可能會跟你說,這些都不知道會否出事 他們說明是不會再找這個人做生物給我們 但那時候又給了錢 那沒辦法,你沒可能找到他們 我們就迫著馬上找其他同路人 看看有沒有人可以幫我們再重申 原本的寄賣店更加不讓他們再寄賣 一開始要面對打壓和財困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我自己覺得如果未殺到埋身而自我禁聲 這件事其實是一個很可悲的事情 堅持信念是現在唯一可以做的事 好像我們上年那本《月曆》的座 黑了一句 不是因為有希望所以才堅持 是因為堅持所以才有希望 不關於大陸 那 excuse 我們還是喜歡 我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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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